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的《环枝林》 身边嘉宾请来有Jason Jason,你好 跟你跟进是半日市的港股表现 看到港股昨天创超过一年半的高位收市之后 今早回来就偏远,亦有点反复 先是低开79点 汽口最多是有回升情况,都是升14点左右 之后都立刻再收压 跌穿了早段的低位 最多跌了155点 低见24,046点 再次考验24,000点关口 现在跌117点,报24,084点 成交半日到458亿多 其实24,000点这个位置 虽然是冲破了上去 都好像有些站稳的状态 一跌穿一点又会上去24,000点 但是上网的空间是不是不太大呢 是的,恒指方面 在短期内仍然会维持上落市整固的格局 之前跟大家说过 大概在23,900至24,300这个横行区 相信短期内都未必这么快可以突破得到 毕竟在过去两个月 恒指都升了3000点上来 所以你说现时在高位上先做一个整股 都相对是合理的 但是都要留意 因为现时大家都还是展望 美国方面的道指继续破顶 还有特朗普在未来月底的时候 都会公布一个税制改革的方案 关于一些企业的减税 或者个人税方面的宽面 都令到近期美股 都继续有一个相当好的势头 亦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支撑到港股 暂时都跌不去哪里 另外你说内地方面 虽然近期的消息面上 就不是说太多 但是大家都仍然是炒作 就说未来养老金会逐步入市 那在这段时间 会不会都令到有更加多 其他一些保险的资金 又或者是其他一些基金方面 都会预先去到部署定呢 所以就令到近期内地A股方面 都是维持一个叫做大象小回的格局 所以你说在恒指方面 我相信短期内即使又整固都好 但是暂时那个大跌的空间 都不是说太大 如果你说这一段 横行整固完结了之后 我相信恒指再转一步破顶 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一点 好明白的 暂时都不会说看得到港股 会有个差的势头 仍然都是看好它 另外就跟进了5号回控 做在64.1的位置 上周来说都靠稳的 升2号8800 看回它最新的动作 昨天在伦敦方面 第二次的回购重启了 在英国伦敦的交易所回购 他们公司411万股 左右的股份 最高的作价就是6.8英镑 看回今次的消息出来 再加上今天就是随正 股价都叫做跌稳 可以做到64.1升2号8800 不过前景来说 势头又能不能够保持住 或者是站稳一点 始终看到它都触过 昨天都触过的条 就是50天线 回控在公布完业绩之后 都出现了一个调整 你说就算今天随原证 估计有些反弹 但是那个弹力都不算太大 虽然你说现时在伦敦方面 都会有回购行动 但是由于大家 其实都对于回购这个消息 都已经是消化得七七八八 看回今年上半年 他们所定的回购金额的目标 都只不过是10亿的美金 比起去年单单是四个月的时间 回购25亿美金来说 都算了有个很明显的减弱 所以你说单凭回购这个因素 短期之内 是不是可以令到股价 会有个很大的反弹呢 这方面我仍是有些保留的 但如果你说回控之前 它公布的业绩 虽然看大数方面就一般 但是之前跟大家分析过 它这次有不少的开支 都是来自一些一次性的项目 或者一些非现金流的减值的项目 所以你说实际上 对它那个核心的盈利来说 我相信它影响就不会太大 如果你说未来回控股价 真的再有机会跌多一点点 可能你说这一阵回到63到62元左右 之前没有货的 都可以趁这个回调 就去到趁低级纳 那接下来就算股价不能够 可以在短期之内 马上返回到69到70元 但是我相信 在目前大概62到63元 这些支持位里面 就很难再有个很大的下跌空间 好明白的 暂时都能够靠稳 没有一个很大的下跌空间 看完借惠虹看看公布业绩的股份 有借2020安达体育 他公布了去年12月1日的全年业绩 期内的顺利按年升近1.7元 去到23.86亿元人民币 每股的基本盈利去到95.36分人民币 末期息有34港仙 以及特别息有8港仙 看情况是否差 例如大网报告 有两间大网都觉得做得不错 符合预期 好像富税 就维持着目标价 就是19.8元 持有的平级夹元 另外大网就觉得 多品牌策略见效 上调了目标价去到28元 如何看回他今次的表现 在安达方面的业绩 我觉得都算是对板 但是你说是否一个很飙青的表现 我又不是那么同意 最重要的是 安达本身在股值方面 都不算低 而且公布业绩之前 也是看到股价 过去那半年都是跑赢的大市 都升了不少上来 所以今次出到来的盈利 都只是升了10%来说 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很惊喜的表现 可以留意一些细节 例如今次的业绩之税做得比较好 都是靠去年第四季方面 同店销售有一个的复苏 以及说一些多品牌的策略 都是见效 因为看回现在内地方面 在体育用品的品牌都相当多 竞争都很大 安达有一个优势 除了卖自己的本土品牌之外 亦都是有跟其他海外的品牌合作 例如说是Fila 又或者最新 跟韩国一间的体育用品的公司 都组了一间合营公司 来近这个相对比较高端的韩国品牌 都可以继续为安达方面提供一个 多一个收入的来源 以及在一个高端的产品上面 都可以帮助有一个开拓的情况 所以你说安达在基本面方面 我就不会看得太淡 但好像刚刚都提到 现时它的股值又不算特别便宜 今次的业绩又不算很有惊喜 短期内我相信安达的股价 都未必可以这么快 就是上破之前的高位 看回今年一月初 最高的时候就上到二十五个八号多 接着就在二十三个岭至二十五个岭 做一个反复 这一段业绩出来 看到今天的股价又会轻微受压 亦都是反映回刚刚我说的一些原因 可能市场上在现时这一刻的反应 不算是很乐观的 如果你说这一段调整要继续的话 要留意下面大概二十三元左右的支持 是否能够可以收得住 明白的 要留意二十三元支持位 这是2020安达体育 另外一份报告来自美仁美林 将目标价调升到二十六个半 可以留意 谢谢Jason长进分析港股和两只股份的情况 有没有持有两只股份的 我们五间总结的环节先到这里